好,我們現在要開始上3.1的最後一個部分叫做常見的鹽類 第一個也是要教所謂的鹽類的概數 第一件事情什麼叫鹽類 鹽類基本上就是金屬跟非金屬的化合物 叫做鹽類 金屬可以用氨根取代 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所以金屬加非金屬所形成的化合物 就叫做鹽類 金屬加非金屬 點加上鉀 當然就是點離子加上鉀離子 點化鉀就是鹽類 剛剛講過了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所以這要叫硝酸鉛 叫硝酸鉛 它也叫做鹽類 你看到鞍根的鞍是金字邊 所以它要像金屬 所以金屬可以用鞍根取代 所以呢 我們學過一個氯化鞍 我們學過一個氯化鞍 好所以這樣子也叫做所謂的鹽類 那非金屬可以用鞍根取代 硝酸鉛 我們在上課內容帶過它 硝酸鉛 來來來來 做肥料用的 OK 這就是所謂的鹽類的意思 簡單的說 鹽類就是金屬跟非金屬所構成的化合物 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金屬可以用鞍根取代 怎麼樣能夠產生鹽類 國中生基本上只教這一個方法 酸鹼中和 我要各位背負的通識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還有一個我們有講過 可是我們沒有強調它是用會產生鹽類 就是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 當初強調什麼 會產...對不對 會產生氫氣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鹽類 所以鞋加上硫酸會產生氫氣 還有硫酸鞋 硫酸鞋就是一種鹽類 前面這個比較重要 酸鹼中和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鹽加水就是一個產生鹽類的方法 基本上鹽類沒有通信 因為鹽類太多種了 太複雜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 所有的鹽類的共通的性質 但是呢我們還是會講一下它的一些狀況 第一個顏色 國中所碰到的鹽類幾乎都是白色的 所以你就不用背了 你把不是白色的給它背起來 沒背過的就是白色的 點話簽劉酸鐵 劉酸鐵以前課門有教 現在就不太提它 但是這個點話簽後面會教到 它是黃顏色的 黃顏色的 這個是我們教過的 劉酸鐵 有水劉酸鐵是藍色的 沒有水劉酸鐵是白色的 還有跟劉酸鐵一樣 解驗水是誰你還記得嗎 綠化芽菇 綠化芽菇很好 有水的綠化芽菇是紅色的 紫紅色的 粉紅色的 無水的綠化芽菇是藍色的 OK 就是顏色的部分 顏色的部分 溶解度 我們國中所學的眼淚 有很多 有大部分都是可以溶於水的 但是有少數會沉澱 剛才叫那個點話簽 是上課要提到它會沉澱 綠化芽也會沉澱 這個現在也不太提了 但是後面這個是我上學期 就是你強調過 叫你背的事情 檢土足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碳酸檢土足 硫酸檢土足 提防 NSINE 叫做檢土足 碳酸酶胚 碳酸被碳酸幹 硫酸酶 seasoning 硫酸被硫酸幹 會沉澱 這是其你要進的事情的融解 酸檢性 基本上的原則是 強酸佩強鹼的鹽類是中性 強酸加弱鹼的鹽類是酸性 強鹼加弱酸的鹽類是鹼性 細節的部分 高中之後才會教 會告訴你為什麼它會變成酸 為什麼它會變成鹼 那以後再說 國中大部分都是這樣 國中大部分都是這樣 通信 那麼我們剛才會就會教到的東西 叫做碳酸鈉跟碳酸氫鈉 它們溶於水層弱鹼這是你要背的 後面你要背的事情 碳酸鈉跟碳酸氫鈉溶於水層弱鹼 你要背 氯化鈉溶於水是中性的 就是譬如它鹽巴 我會有中性的 國中課本裡面 國中課本裡面 沒有溶於水是酸性的鹽類 課本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課本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一個背 碳酸鈉跟碳酸氫鈉溶於水層弱鹼 氯化鈉溶於水層中性 那還有幾個是不容的 當然可以看到 這樣子 就是所謂的通信的部分 把一些顏色記住 不是白色的顏色背起來 會沉澱的背起來 尤其是鹼土族的碳酸鹽 跟硫酸鹽會沉澱背起來 酸鹼性碳酸鈉溶於水弱鹼 是後面會烤的 請你要記住 就是所謂的鹽類的通信 但其實是沒有通信啦 有一些性質的敘述 大概就這樣子 OK嗎 OK